我們今天講到的題目是 加拉太書下 你知道嗎 這個圖 下面就寫恩典的福音 這個圖人就不是我做的 我才沒有這個美功能力 我去網路上找 所以你看上一次的加拉太書中 在講律法跟恩典 也是英文版也是人家做的 然後再上次講得著自由等等 所以你知道嗎 本來福音就是恩惠的福音 何本番恩惠福音 其他本本番恩典的福音 本來這個福音 就是以恩典為base 為基礎傳的福音 那不是我講的 是聖音上自己講 好 所以讓我們開始先做一個禱告 主要說謝謝你 主要我們今天要一起來 把加拉太書的第三段查完 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對我們的愛有何等的 長闊高深 主要是的 你對我們每一個人 有極大的計畫 美好的計畫 主要讓我們繼續活在這個 真正知道自己是誰的命定裡面 主要不是說什麼 我們追求這世界的美麗或帥氣 我們追求的是那個神的兒子 該有的那種篤定跟確定 就是我知道神看我好可愛 好寶貝 好美麗 所以神看我很棒 所以我很帥 所以我很美 不是世界所看的那一切 但是世人會看見我們裡面的不同 然後他們會說 為什麼你可以活出這一切的榮耀 你為什麼又健康 又有錢 又豐盛 又關係良好 又家庭幸福 因為這是神本來在福音裡 就要給我們的 是的 在這世上我們有苦難 但我們可以放心 因為耶穌基督勝過這世界 我們不定經苦難 也不定經自己的作為 我們定經耶穌基督 並他定時日假 然後當我們一直定經的這位主 我們就漸漸的變成主的樣式 因為聖經上說 耶穌基督在天上現在如何 我們在地上就如何 主耶穌現在在天上 是健康的 豐盛的 榮耀的 喜樂的 平安的 關係良好的 我們就可以 是的 也許有些弟兄姐妹 還沒有完全達到這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還在 繼續的往前走 但是你一定會越來越朝向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是藝人 藝人的日子如同黎明 直到正午 最光亮 最美好的日子還沒來到 無論你現在幾歲 無論你經歷過多麼悲慘的事 無論你現在就在那個悲慘的事情裡面 你繼續的選擇相信 你最美好的日子還沒來到 過去你曾經有過一些榮耀 下一個榮耀會比這個更榮耀 謝謝耶穌 神祕訣 阿門 好 加拿大太書恩典的福音 好 我們就要把加拿大太書講完 好 加拿大太書四章一節 辛普吉義本 我們請念 試想一下 假如一位父親死了 給年幼的孩子們留下產業 雖然這些孩子確實擁有父親的一切 但在長大成人之前 他們的景況並不比努力強多少 弟兄姐妹你知道嗎 加拿大太書四章一節 告訴我們這個重要的東西是 我們這些 你只要口裡承認 心裡相信 你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 你就是神的兒女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是神的孩子 而我們這些人 每一個人確實擁有父親的一切 就算你是一個恩典跟律法混雜的人 就算你根本覺得 你就是一個蒙恩得救的罪人 來 我們這裡是蒙恩得救的 藝人 以前我們是罪人 信耶穌之後神稱我為藝 所以我是蒙恩得救的藝人 所以你是藝人你就不會 很好 對 就是這樣 來 我一定要弄很多這種slogan 讓你寄人 就是長這樣好不好 因為你是藝人 你不會水腫 因為藝人可以消水腫 然後你是藝人 所以你不是綠豆 好 其實中文言之 你就是藝人就對了 你要記得你是藝人 然後藝人就可以得到 上帝要給的那一切 好 但是有很多人 聖經上說心懷惡力的人 不要想從神那裡得什麼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是一個藝人 其實神稱你為 你卻認為自己是罪人 你仍舊擁有父親所賜的一切 可是你不能夠活出來 跟享用 因為這邊提到 那個孩子在長大成人之前 他們的情況並不比努力強多少 什麼叫長大成人呢 他後面有講 平行經文也有講 凡吃零奶的都不熟悉 仁義的道理 所以仁義的道理是什麼 就是很像武功的大俠 非常仁義嗎 郭靖嗎 不是 那個是公義的道理 原文是這樣 就是你根本不曉得 第一神是公義 第二神 因為耶穌基督被他釘十字架 稱你為義 所以什麼叫做吃零奶 就是 耶穌很愛我 應該吧 我應該最被赦免了吧 他應該滿喜歡我 可是有些是我做不好 他大概會討厭我 這叫做吃零奶 那你知道什麼叫吃零涼的嗎 不是只有零涼糖 弟兄姐妹是吃零涼的 這個 好 OK 而是 真正知道什麼是零涼 就是你知道神已經成你為意 你是藝人 所以在強調的事情 跟前後左右的四個人說 你是藝人 四次喔 不要偷懶喔 四次喔 聽起來不像喔 OK好 那還要再說 我也是藝人 再四次喔 你可不可以覺得好煩喔 每次都一樣的這個 我告訴你 就是要講到你完全相信 你頭腦相信到你活在那裡面 還有一點距離 OK好 這邊提到 孩子 這個孩子 他即便 他有父親的一切 其實登記在他的名下 但是是因為信託 而你中間有一個 所謂的監護人 就是律法 所以呢 你現在並不比努力強多少啊 好我們繼續四章二到三節請念 他們能需服從他們的監護人 直到成長至父親所定的年歲 在基督到來之前 我們的情形也一樣 我們好像孩子 被這個世界出淺的宗教規範所奴役 如果你去看陳厚文 以及多看一些中文版本 你就會發現 其實聖經真的說 律法就是一個監護人 你知道實際上 現在的狀況也是這樣 你比如說父親過世 你可以指定一個監護人 有些時候是律師 或是親朋好友 然後指定你的孩子 在幾歲以後 才能夠花用給他的一切 然後呢 有一些規條不是幾歲以後 而是他達到了什麼要求 比如說大學畢業 或者是做到 比如說一些品格上的東西 簡單說 他看大概跟律師寫的是什麼 所以這邊也提到 我們在律法之下 我們服從這個監護人律法 直到成長到父親所定的年歲 在基督到來之前 我們情況是這樣 好 所以什麼意思 不是說你信耶穌 信五年以後開始進入恩典 不是這樣 而是你要成長 怎麼成長 知道你是藝人 所以來我們教會 管你是新朋友 舊朋友 你現在就知道是藝人 然後呢 你就是要講到 你相信你活在 你是藝人這個身分裡 所以你就不會 水腫 不是 重要的事情是 你是藝人 你就要知道 神已經不定你的罪 然後你就知道 無論你做得好或不好 神就是愛你 然後在那個愛裡面 你會越來越像耶穌的 越來越好 OK 多麼的重要 不斷地在講 好 我們情形也是一樣 我們好像孩子 被這個世界出錢的宗教規範所奴役 什麼是宗教規範呢 宗教是什麼 就是賞善罰惡 就是你做得好就給你 做不好就處罰你 那就是宗教規範 哪一個宗教不是長這樣 一般的正常宗教 邪教不算 OK 被這個世界出錢的宗教規範所奴役 所以如果我們信的 我們信的神 我們的信仰是一個 跟一般的宗教一樣 出錢的宗教規範 就是做得好 神就賞賜我 做不好 神就處罰我 那這個到底跟別人有什麼不同 那如果是這樣 耶穌就不用上十字架了 你知道這個福音的核心 就是耶穌基督 變成他金十字架嗎 我們這一切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有一位神 為你支付了這一切 你白白的接受 然後被愛 然後你才會越來越像他 而不是你要做到 這是我們的核心 不然就跟其他世界 出錢的宗教規範 有什麼不同 可是有很多人告訴你 你信耶穌你在恩典地 你還是要做好 神才會愛你 神無論如何都愛你 好 然後因為他的愛 你會越來越像他 好 四章四到六節請念 極致時候滿足 神就猜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 且身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數出來 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你們既為兒子 神就猜他兒子的靈 進入我們的心 呼叫阿爸父 好 這邊提到 到時候滿足 你看這又是和和本 我們右上角沒有寫 就是和和本 因為這個經文翻得很棒 我們會交叉使用不同的版本 讓大家盡可能去了解 好 到時候滿足的時候 神就猜遣他的兒子 什麼叫時候滿足呢 就是基督要降生的時候 要成就這一切 就是舊約要結束 新約要開始的時候 好 耶穌降生了 為女子所生 強調是女子 不是男子 男子不能生 但是不是為父母所生 是只有女子所生 所以說一切 這個劇本寫得超好的 然後完全的 耶穌完全的在預言 達到預言所說的 所有一切 你知道光是考古证据 我跟你講我們的信仰 就超出其他太多了 你去查 我們真的有考古证据 證明耶穌 耶穌出生之前 就已經講 耶穌會怎麼生 怎麼死 所以他衣服會怎樣 他的身體會怎樣 然後他會被葬在 那個婦人的墳墓 然後跟罪犯同定 還有很多細節 這個都有考古证据 證明是在耶穌出生之前 然後真的都發生了 你現在告訴我 下下屆總統是誰 做不到吧 下一屆都不曉得是誰 對不對 好啦 下一屆 現在要選的是什麼 新北市長 是不是他們現在還在弄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你不可能去預言 八百年後 七百年後 迷赛也要怎麼出生 然後完全準 所以這一切是真的 好 OK 所以呢 要把律法以下人 贖出來 什麼叫贖出來 你去當鋪當東西 就是比如說你 現在錢不方便 所以你把你的老利是 當給 當鋪老闆 老闆就給你一萬塊 然後再 才要算利息 你回去贖回來 所以你就給他一萬 再加上利息 就會拿回你的表 對不對 沒問題吧 太好了 看起來你們都沒當過東西 感謝主 祝福你 好 要把律法以下人贖出來 就是耶穌付上的那個代價 就很像你付上的那個錢 把你的勞利是贖出來 勞利是沒有給我代言費 我只是形容 好 OK 然後耶穌付上那個代價 那個代價是什麼 就是律法的規則是 做不好要處罰 所以耶穌為你承受 所有一切的處罰 把你贖出來 你就不用付了 這就是從律法以下贖出來 叫我們得到兒子的名分 贖出來回去當奴隸 也不錯啊 我相信耶穌會對他家裡的 庸人滿好的啊 可是不是 叔叔還叫我們得到 兒子的名分 你大哥為你死 死在十字架上 然後為你復活之後 把你帶回家來 所以你這個死兒 死弟弟或死妹妹 你一直犯罪 讓我被打成這樣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這丁痕啊 你看你看你看那個腳 每次都會進水 丁痕嘛 水會弄出來 對不對 你看你看你看還會流 沒有啦 不會 那是形容 肋旁 OK 然後呢 所以你們給我好好做仆人 所以你看有很多人意思說 我是主的仆人 是 我們因為耶穌那麼愛 我們像仆人服侍主人 一樣的服侍他 可是我們的身分是兒女 你懂嗎 我們是以兒女的身分 如同服侍我們尊貴榮耀的主 而且所以保羅會自稱主的仆人 可是你的身分是神的兒女的仆人 懂意思嗎 就很像是有些父母 很像是我跟我的孩子 很像朋友一樣 請問他們關係是朋友還是孩子 孩子嘛 對不對 我跟我的朋友的關係 很像兒女一樣 很少吧 很怪嘛 對不對 有啦 可是怪怪的 通常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跟神的關係是兒女 然後你因為愛而去服侍 OK 所以這邊提到 不僅是把你從律法下贖出 還讓你成為得到兒女的名分 不只有兒女的名分 還讓聖靈進到裡面 然後拆他兒子的靈 就是聖靈進到你的裡面 我們之前有讀過 聖靈其實就是一個職 記得嗎 上個禮拜講的 他是一個確聚 是一個人職 但他不是人職 是神職 所以我們是神職人員 其實上禮拜的笑話不是同一個意思 聖靈住在你的裡面 所以你就知道你有一個確聚 確保你未來有一個永恆的身體 跟永生跟所有那些的祝福 神就在他兒子靈進入我們的心裡 而且還讓我們呼叫阿爸父 不是尊貴的父親大人 或是無皇萬歲萬萬歲這樣子 不是是阿爸父 這是非常親密的 你看這一個經文就這麼的深 這是上帝為你做成的一切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四章七節請念 現在你們不再是奴隸 而是上帝自己的孩子 既然你們是他的孩子 上帝就使你們成為承受產業的人 所以這邊有提到 究竟如何能夠把 本來就登在我們名下的那一切成就 讓我可以承受可以使用呢 答案就在這裡 你們不再是奴隸的 是神的兒子女兒自己的孩子 然後你們是孩子 上帝就使那一切成為承受產業的人 所以現在你要以恩典為基礎 來看所有一切的事 為什麼我們現在讀加拿大太書 因為我們要用恩典的角度來看 你知道我們常提過 以前講過兩可圖對不對 就是有一張圖 第一眼看起來很像 老太太的臉 或者是少女的側面 例如說少女老富途 有興趣等一下可以Google 等一下 不是現在 好 然後呢 因為人是有自覺選擇性的 所以當你在律法 或者是在賞善罰惡的 這個宗教的邏輯裡面去看的時候 你怎麼讀聖經 你就會發現都是我要做討神 才會愛我 可是不是的 神就是愛你 OK 連翻譯的人在這個背景下 都把聖經和日本翻得很像是 做得好神才會愛你 有些經文 可是那是翻錯 所以我們一直不斷的 致力在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會採用很多不同的版本 好 所以我們已經成為 那承受產業的人 繼續我們看 四張九節請念 既然你們現在認識了上帝 為什麼還想回到世上 那些軟弱無用的宗教規範中 去做奴隶呢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了上帝 什麼意思 我知道有一位完全愛我的神 無條件完全愛我 然後為我預備這一切美好的產業 你去看以佛手書提到 他為我們預備的那些產業 跟所有內心有多麼的大 多麼的豐盛 多麼的榮耀 多麼的大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 神要給我們那一切 為什麼還有人想要回到世上 那個軟弱無用的宗教規範 去做奴隶呢 所以你可能在一些地方聽過 弟兄 沒錯 神已經是每一切的罪 但是你要做得好 神才能夠繼續給你後面的產業 神經上我這樣講嗎 沒有 那都是人自己加上去的 我不是鼓勵你犯罪 我要你知道你的身分 得著那一切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增加教書四張十到十一節請念 你們謹守日子 月份 節期 年份 我為你們害怕 唯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功夫 你知道嗎 所以保羅說他怎樣會枉費了那個功夫呢 如果你們去守律法 你們去謹守日子 月份 節期 年份的時候 保羅為你害怕 因為你會得不到那個 本來就已經給你的一切 你知道我們教會有好多好多的豐盛 我們有一個姊妹 她也沒有特別在台上分享 她只是在她的小組裡面聊說 她最近因為她的主管走 所以她升官 升官之後就加薪 加薪之後 然後就很忙 然後大家分享 然後代導完了之後 講完之後下個禮拜 聽到這個故事的那個人 她也升官加薪了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見證會複製見證 因為我們現在不斷讓你知道你是藝人 你是蒙福的人 所以那個祝福的管道是通的 所以當你跟上帝說我也要 然後很快就是你的 但你也可以跟上帝講 我只要加薪 我不要升官 也不是不行 對不對 升官比較忙 但是看每一個人的引導 但是你說真的我們教會就是常態 你來這個教會會更健康 更豐盛 更年輕 小朋友會長大還不要年輕 好 昨天有一個小朋友很可愛 她媽媽說吃這個會年輕 她說那我也要吃 我說你吃完會變五歲 你現在七歲 好可愛喔 拜託長大一點再來講年輕的事好不好 你趕快長大可愛的孩子 好 OK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 就是說當你知道你是藝人 藝人本來就應該蒙福 所以你知道你是藝人 那個蒙福就可以很順的進來 但是你會覺得 對啊 可是牧師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首先我不是你的主 你跟我要我也不會給你 除非神要我給你 所以你要問上帝 主啊他升官加薪我也要 不是跟牧師講我也要 是跟上帝講我也要 他講的時候你就在心裡說了 然後上帝就會告訴你該怎樣 做與他同行 有些時候他就直接幫你做 有些時候他會告訴你怎麼做 就是怎麼把那個人幹掉 不是 我們不用這樣 神會自然讓我們做好我們的事 然後誰把誰換掉是主管的事 所有的權柄神都完全掌權 OK 然後呢 可是你可能覺得 有啊錢的部分我都看到見證 可是我身體怎麼還是這樣 那是因為你以前 你對於身體的健康的觀念 無論是怎麼保養自己的觀念 或者是屬靈的觀念上有錯誤 或者是什麼東西卡住被掐住 就很像是那個水管有沒有 焦化的水管對不對 你壓住它 它就會亂噴對不對 那你有些時候會覺得 水怎麼變那麼小 原來遠遠那個地方折到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水一點點 或是不能出不來對不對 你的屬靈的祝福也是這樣 你生命中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折到那個水管 所以東西就卡在那裡 神有沒有一直送出來 好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你是在網路上買東西 然後你今天那個買100次 每次都有給他錢 他就寄東西給你 所以你這次呢 你就又給他錢 他又寄東西給你 你問他說出貨沒 他說出貨了 可是你就是一直沒收 一直沒收到 請問是你的錯嗎 沒有 你有沒有匯錢 有嗎 OK 按他有沒有出貨 有嗎 那沒有來是怎麼回事 我們總會覺得 上帝都沒有錯一定是我錯 這什麼邏輯啊 所以路上沒送過來我錯 沒有啊 我付錢啊 按他有沒有出貨 有啊 因為他100次都有出貨 如果這一次神平常 是不是很信實的對你 OK 好 那中間一定有什麼東西嘛 有可能是貨運的A走啦 對不對 真的事實上前一陣子有這個狀況 所以呢 但是因為神給你這個祝福 不需要什麼天使送 然後在路上被搶走 沒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因為神給你的祝福 不是從天堂很遠的丟給你 神是以滿內力的神 聖靈就住在裡面 不是這裡 你也有 你的這裡不用找我的 好 懂意思嗎 本來就是這樣啊 以滿內力的神啊 聖靈住在你的裡面 他兒子的靈住在你的裡面 就是聖靈啊 對不對 聖靈就是基督的靈 就是天父的靈 好 OK 然後呢 所以神本來就從裡面 祂自己要彰顯那一切出來 對不對 那沒有彰顯出來 肯定有什麼緩解 可是不是你的錯啊 是無論是不要找誰 反正解決問題就好了嘛 有可能其實是你自己第一次答錯啊 那沒關係 現在不是你真的錯啊 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人弄錯 可是如果自己的人是神 他不會錯 那就是中間的問題 你不用去找誰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趕快 讓它通了或趕快來好不好 有些時候可能就是 貨運的人自己弄錯或什麼 我們就是趕快解決這個問題 那怎麼解決 你不要再想你的錯 我的錯 誰的錯不用 不要去看定罪 趕快解決問題 所以主啊 為什麼健康沒有完成 我知道錢的部分 你給我很多方式 或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健康 超健康的 然後為什麼經濟上這樣 神會教導你 那怎麼讓自己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很簡單 去聽這個有關的 比如說你財務上面一直有壓力 你就多去聽跟財務有關的 盡量聽 用力聽 你不要要找哪幾篇的話 你就問我們同工 我們有資料庫啊 我們可以去找出來給你 然後呢 如果說你覺得好像 有啊 現在經濟上也蒙福 也升官啊 然後健康啊 可是為什麼老婆就是這樣 幹嘛這樣笑 而且這都女生都笑 我懂 不要定罪喔 姐妹們 弟兄也會這樣 為什麼老公都這樣 要公平一點 那就有相關的這個東西去聽 然後上帝會來介入 OK 好 我們繼續往下囉 不要讓上帝所做這些 枉費的功夫 我們繼續往下 四章十二節請念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請求你們像我一樣 擺脫這些束縛 自由的生活 因為我跟你們外族人一樣 已經不受律法的約束了 當初我向你們傳道 你們沒有虧待我 保羅對加拿太的外邦的基督徒 加拿太區大部分都是外邦基督徒 說我跟你們這些外邦的基督徒一樣 我已經不受律法的約束了 我們擺脫這些束縛自由的生活 然後現在很多外邦的基督徒 在告訴你要守律法 現在是怎樣 一個保羅 保羅是猶太人中的猶太人 加馬列門下 他是變亞敏之派的 他完全的投入研究律法 道要去殺基督徒這樣的人 然後他說在福音裡面 他從此跟我們外邦人一樣 不受律法來約束了 然後現在很多 不應該在律法之下的外邦基督徒 在教你要守律法 那就是前面這個經文 枉費的功夫啊 好 再來就看一個有趣的故事 四章十三十四節請念 你們知道我都一次傳福給你們 是因為身體有疾病 你們為我身體的緣故受試煉 沒有親看我 也沒有厭棄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穌 丁姐妹你知道嗎 神的心意就是醫治你 神的心意就是醫治你 不是你做得好才醫治你 無論如何他就想要醫治你 你去查整個聖經 耶穌確實沒有醫治所有的人 可是耶穌醫治每一個尋求他的人 你真的找不到哪一個求耶穌都沒有被醫治 你甚至有些人已經死了 沒辦法求耶穌耶穌還醫治他 還讓他復活 OK好 所以要知道這件事 那我們弟兄姐妹如果你覺得 可是我也求了 還是沒有醫治 神的心也是醫治我 我也求了 為什麼沒有得醫治 是不是我有問題 不要這樣想 你很容易又轉到定罪 不要你就繼續看著神 因為應該很可能是我們剛才說的思想上 什麼東西又卡住 那個水管被凹了一下 那是你的錯嗎 不是喔 是你媽今天早上用的錯 但你不要去怪你們喔 對不對 誰的錯不重要 重要是解決問題好不好 懂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這邊講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一個旁證喔 保羅第一次去傳福音給加拉泰 加拉泰省 加拉泰是一個省 加拉泰省那幾個教會的時候 他身體是有疾病的 所以你們為我身體的緣故受試煉 什麼意思 保羅分明是一個為人禱告 他就會得醫治的 然後呢 他手怕也可以醫治人 對不對 他自己卻有疾病 該不會這個傢伙本身有罪吧 他是一個犯罪的人 聽說他還禿頭 聽說了OK啊 不重要 我們確定禿頭的是那個 以莉亞 以莉莎 以莉莎 對不起 以莉莎 以莉莎對不起 不能這樣亂講 以莉莎對不起 對不對 幹嘛禿頭又不是不好 如果神照他是禿頭 Hallelujah 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嗎 沒關係啊 這是不是一個病 我們在討論我們今天不講 如果他是病 那神就不會這樣照他 如果那不是病的話 那就我們再討論 OK好 因為呢 保羅第一次去的時候身體有疾病 然後你們為我身體緣故受試煉 你傳的福音怎麼沒有彰顯在你生命當中 你不是說神是醫治的神嗎 你不是說神的心意就是醫治嗎 你自己有疾病 我怎麼知道你講的是什麼 所以這才叫做試煉 如果以我們認為生病是神的心意 那應該這個經文叫做 我們投出傳福音 因為身體有疾病 你們為我身體的緣故 為神向上感謝 而且還說我也要我也要 那才是 那才是那個 懂的意思嗎 聽得懂的意思這個邏輯嗎 保羅是一個醫治 而且傳真正的福音裡面 包括應驗耶穌邊上 我們得醫治的這個人 他身上卻有疾病 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他的身體 才覺得受試煉 他們的信應受試煉 保羅屬臨為人 被神歧視他也會生病 該不會福音 該不會他犯罪 還是該不會福音有問題 還是其實我們應該多受苦 沒有 我們這裡有為主受苦 那一塊在彼得前後書都有提到 好 我們沒有反對你為主受苦 但是不要自討苦 然後撒旦攻擊要抵擋 OK 所以這邊提到 所以保羅說 即便在這個世代之下 你們沒有親看我 也沒有厭棄我 反倒接待我 好像神的使者 接待我好像主耶穌 好像去接待神的使者 好像接待主耶穌一樣 這麼的有愛 你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保羅就跟旁正 你基督徒你還是 因為我們人是不完美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跟這個身體 都是不完美的 你知道在地上 練黃金最純就是99.9對不對 999 反正幾個9都不會到滿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不純粹的 所以純粹的福音 在這個不純粹的世界 還是會發生所謂 因為這麼有一智大能的保羅 為什麼還自己會生病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他手帕都可以依人 那他為什麼不會 他的手帕的禱告 放在自己頭上就好 也不用那麼麻煩 他就把手放上去就好 為什麼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但是他後來就好 因為只有頭一次 傳福音的時候有這個 有人說是清光眼啊 為什麼 因為來四章十五十六節請念 我更深信於是 如果可能的話 你們那時就是將眼睛彎出給我 也是甘心情願的 你們從前帶我那麼好 現在因我以真理相勸 你們竟然反言相向 把我當作仇人 當日你們對我的熱情 如今在哪裡呢 有人說保羅那時候應該是 有可能是清光眼 所以這些人愛他 愛到想把眼睛彎出來給他 一聲彎 好我沒有插過 好 就說挖出來就對了 但是沒有用嘛 又不是吃眼睛補眼睛對不對 不然吃豬腦就變笨蛋了 好 對 也是甘心情願的 所以他說第一次我去的時候 你們這麼的愛我 從前你帶我那麼好 現在 我寫信糾正你們不要在律法裡 要在恩典裡 整個教教大師就來講這個對不對 然後你們居然反言相向把我當成仇人 你懂了嗎 就是保羅在講的這個 加拿太整個神 那附近很多個教會的狀況 當然你們對我的熱情到底在哪裡呢 因為保羅遇到一個 他自己講過 他遇到了攻擊跟試探 就是他在一個地方傳福音 建立教會 走了之後就有一群猶太人衝上去說 保羅講得很好 但是你們要受割禮 保羅講得很好 但是你們要不可貪心才可以講 但是你們要什麼時候 但是但是但是 你有沒有常常在很多地方 聽到很多但是 懂嗎 所以 保羅寫這個東西在歸正這個問題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囉 四章十七十八節請念 我知道有某些人 假情假意地向你們大限殷勤 目的卻是要挑撥離間 你我之間的關係 使你們歸附他們 其實無論我是否和你們同在一起 如果有人真心關懷你們總是好的 保羅是一個為父的心 他說有某些人假情假意地向你們大限殷勤來很愛你們 其實是要挑撥我跟你們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說 然後你會發現有很多人真的很有愛的愛你 然後你就覺得這個愛這麼棒 他一定講的都是真的 結果他在講恩典跟律法的混雜 為什麼 大部分這樣子在教會裡 我相信大部分的領袖都不是故意這樣 只是因為他也是這樣被教的是恩典跟律法的混雜 所以他真心愛你 就很像是小時候你們有沒有吃過阿嬤薄貴 阿嬤吃過在肚豬來給你吃的東西 有些人有對不對 阿嬤絕對是好意吧 應該是吧 是吧 阿嬤用他覺得有愛的方法來幫助你 可是現在被證明那是不好的對不對 所以呢他們 因為阿嬤的阿嬤或阿嬤的媽媽就是這樣帶他的 你媽也是這樣吃阿嬤的口水長大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認為這是對的 所以他們會把恩典跟律法混在一起教你 他不是故意要這樣大部分的狀況下 但是有些人是故意假情假意的 像這些攻擊保羅人 是要挑撥離間你我之間的關係 使你們歸附他 懂嗎 這邊提到 所以無論我是否和你們同在 如果有人真心快你們總是好的 保羅說 好啦就算是這樣 如果他們真心關懷你也OK啦 保羅說好你們不用跟我在一起 你只要跟耶穌在一起就好 你知道 確實人就是人嘛 我們受時間空間還有觀念什麼的影響 有一些人你不一定非得 絕對要待在哪一間教會 重要的事情是只要有人真心 應該說只要你有跟耶穌我就祝福你啊 非常好啊 如果 所以保羅的心也是如果有人真心關懷你總是好的 但是希望他們是真心關懷你而不是想要 把你變成他的那個 我的會友其實就只有我的三個T 你大家有沒有聽過 三個T 很多 有些人他只想在你身上得到三個T 第一個T是Time Time就是時間 他要你花很多時間在教會服事 然後第二個T是Time就是食衣奉獻 第三個T是Talent就是你的才幹 他要你用你的時間用你的才幹 然後在教會裡面捐錢來壯大他的教會 所以我們 我們還是邀請弟兄姊妹服侍 可是是你願意的 然後你喜樂做這件事 而且可以請假可以休息 懂意思嗎 所以確實有這樣的人 但是我絕對不是在講你的教會 我在講遙遠的某個地方的某個東西 我沒有指明誰喔 好 四章十九二十節請 孩子們為了你們 我再一次好像做母親的分娩一樣 忍受極大的痛苦 急切盼望基督的生命 早日在你們心中長大成熟 我恨不得立刻就趕到你們身邊 和顏悅色地勸見你們 唉 現在相距那麼遙遠 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了 你知道以前喔 當然沒有捷運沒有高鐵 所以呢 加阿泰書是一封信 所以代表保羅在很遙遠的地方 寫信給加阿泰教會 所以唉 現在相距那麼遙遠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保羅是這樣的一個為父的心 他沒有在想 你們要跟我親密 你們要知道我是教會的創始人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沒有他只想你們要去跟著耶穌 緊緊跟著耶穌就好 耶穌才是核心 保羅就只是一個 帶大家來到耶穌面前的人 我們也是 我們就是帶大家來到耶穌面前 我們繼續往下 二十一到二十三節請 你們這些乾受律法束縛的人啊 聽聽律法到底怎麼說吧 律法書上說 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原來是做女儒的術妾生的 以食馬力 一個是原配妻子生的以撒 術妾的兒子是由情慾而生的 原配妻子的兒子 卻是按著上帝所許下的諾言而生的 然後呢 保羅開始 你看我們連走只是不同的一本嘛 二十節講完之後 二十一節開始講 他再回來講 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被你們覺得不開心 或什麼 我要再強調我要講什麼 你們這些乾受律法束縛的人 不要再繼續律法了 然後你律法 你知道律法到底在說什麼啊 律法書上有說 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叫做以食馬力 他是術妾就是術子 然後呢 一個是以撒 術妾就是小妾生的 沒有人的名字剛好有妾字吧 幫我你怕我再說 小妾 好 不重要 好 術妾的兒子是由情慾而生的 OK 然後呢 就很像是 你知道 亞伯拉是信心之父 他超有信心的 他有信心到 主啊 我要不要來幫你完成你的應許 所以他就跑去跟夏甲生小孩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嗎 當你很有信心 你很有信心的要為神做一些事 所以術妾的兒子就從情慾生出來 很多時候為什麼神要你安息 不是因為你好像 不是因為神好像很喜歡人很懶 為什麼 沒有 只是因為亞伯拉罕如果那個時候 亞伯拉罕其實理由蠻充分的 我沒有說我要跟夏甲方恩關係 是你說的耶 老婆 對不對 大家去看喔 是 沙拉跟亞伯拉罕說 你要不要跟我的卑女睡 這個時候亞伯拉罕應該怎麼樣 好好好 不是 這時候亞伯拉罕說不可以 怎麼可以呢 你才是我唯一的老婆 來 然後他們兩個牽著手就進房間了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對不對 但其實也不用啦 因為應許的時候還沒到 不用那麼努力 連這都不用努力 OK好 術妾的兒子是從情慾生 很多時候我們努力為神做什麼 就從情慾生的要幹嘛 所以這麼重要的亞伯拉罕 生了一個以時瑪利 你知道以時瑪利後代是誰嗎 阿拉伯人現在是不是就是跟 以撒的後代一直打仗 一直打仗 所以亞伯拉罕如果那個時候忍住 男人不要猴急要忍住 那個時候沒做這件事 現在世界多和平啊 那個雙塔也不會被炸掉啊 世貿雙塔對不對 然後那一切也不會有那些 很恐怖的事發生啊 但是我沒有針對哪一個宗教 好 所以你懂嗎 原配妻子的兒子 是按照上帝所許下的諾言而生的 而且亞伯拉罕也不容易 我老婆連月經都沒有了 你應許我三小孩是怎樣 然後我老婆又說 可以跟他悲女睡 搞不好這是神的心意 而且又不是我主動的 所以他就這樣啊 你也不能 老實說我們如果是他 大概也擋不住 你如果你覺得擋得住 其實我告訴你 我們不要叮人家嘴就這樣 好 所以你懂嗎 但現在你要學到一個東西 我們不要一直想為神做什麼 是讓神引導你一起做什麼 好繼續往下 2426節請 這都是比方 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 一約是處於西乃山 身子為奴乃是下甲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們的母 好這是加拉太書 四張2426節的和和本 這邊也提到兩約 一個約就是西乃山 就是舊約嘛 就是律法之約嘛 另外一個約 這邊沒講清楚 我們看另外的版本 好 新普及一本4章24以及26節請念 這兩個女人 這兩個女人象徵上帝的兩個約 第一個女人下甲代表西乃山 民眾在那裡得到了奴役他們的律法 然而另一個女人撒拉 卻代表著天上的耶路撒冷 她是自由的婦人 是我們的母親 所以你看第一個女人下甲代表西乃山 得到了奴役他們的律法 所以他講兩個約 另外一個約是什麼 另外一個約 你看這兩個約 第一個約就第一個女人 第二個女人就第二個約 另一個女人撒拉卻代表著天上的耶路撒冷 她是自由的婦人 是我們的母親 所以你知道嗎 整個加拉太書都要論述律法跟恩典 律法跟恩典 所以這邊其實在講另外一個女人 她在恩典之約裡面 她是自由的婦人 是我們的母親 好 這個經文真的是這樣寫的嘛 對不對 可是有人就開始攻擊 你們這些人根本是異端 因為你們傳有一個愛你的天賦 還有一個愛你的女神 是我們的母親 叫做恩典的女神 這個經文哪有這樣講 我們哪有這樣講 不是這樣 我也沒有這樣講過 真的沒有 只是有些人很喜歡挑 那個叫什麼 雞蛋裡挑骨頭 有些時候會有 因為小雞塊孵出來就有 對 那不是重點 天上的耶路撒冷 她是自由的婦人 她是我們的母親 所以你知道嗎 信心之父要與這個 我們可以稱它為 就很像信心之父 她不是真的你爸 她是我們學習信心的父親 就很像薩拉是 這邊的對比嘛 這邊是律法 這邊是恩典 這個恩典之母 她是我們的母親 所以你知道 信心跟恩典一起生出應許之子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所以你活在 我們以前在 以前有一波叫信心運動 很多人有信心的宣告宣告宣告 還是沒有成就 是為什麼你還 因為你這個信心之父 不可以去跟情欲 跟夏甲去生一個沒有 那個不是神要的 然後去做一堆 不是神要的事 而是信心要在恩典裡面 並行一起生出這個應許之子 所以看起來會 怎麼可能這期沒盼望了耶 我老婆都沒月經 怎麼可能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經文在告訴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繼續往下看 加太書四章2829節請念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和以撒一樣 都是按照應許生的孩子 那些要你們遵從律法的人 正在迫害你們 就像靠人的努力 出生的兒子以食馬力 迫害靠聖靈的能力 出生的兒子以撒一樣 好 弟兄姊妹 還是一樣 可是我們剛才提到 可是我現在的環境 神澄清應許有哪一件事 可是分明就不可能了 就很像是你老婆已經沒有月經 這麼不可能了 但是我告訴你 這時候你要幹嘛 你就覺得說我要請你 相信一定會成就好 我宣告宣告成就 成就好 連這件事都不用做好不好 什麼叫交托就 只是說那你已經應許這件事 會成就嘛對不對 那我也相信 我確定是神的應許 你確定嘛 確定囉 那看起來不可能對不對 那我交給你囉 反正我也不能做什麼 那我去度假囉 多少人在度假裡面 業績成就的有沒有 就是應該要這樣啊 這叫安息懂嗎 你不一定要度假 你去做其他的事或什麼的 這叫做安息 而不是好我要 所以我不行 我要一直抓住應許 我要一直相信才會成就 沒有這樣就不安息啦 懂意思嗎 所以其實在這恩典裡面 與神同行是非常清神的 就是神說什麼 你就相信他嘛 神沒有說你想要什麼 你就盡量跟他說 那他說好 那你就有嘛 那他沒有說的話 那你還是跟他講啊 那他自然有他的考量嘛 那他對你想的都是最好的嘛 那你覺得那個路怎麼已經走得很狹窄 沒關係 只要是他說的 再狹窄的路也會變大啊 OK 所以繼續喔 親愛弟兄姐妹 我們 和以撒一樣 都是按照應許生的孩子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活在 我們要活在信心跟恩典裡頭 而不是信心跟律法 恩典跟真理從耶穌基督來的 律法是摩西傳的 那個已經過時 那不然是怕的過去了 就不要走那邊了好不好 這邊恩典跟真理 信心跟恩典一起往前 但是你信心不夠也沒關係 因為聖音上說 連信心都是上帝創造的 都是耶穌做完全 完全 凡事都帶有信心 只有耶穌 所以你就是耶穌 反正我不大行 你拜託了交托 就繼續往下 好 然後呢 那些要你們遵從律法案 正在迫害你們 有沒有 我們有聽到一些 一些弟兄姊妹 他們才剛開始聽 然後就有人特別興起來 召集講說 你們那個有問題什麼 然後就一直破壞他們 然後一直說 你們這樣會衰 你們這樣會什麼 我告訴你 你現在已經不受任何人 詛咒影響 人家就算怎麼說你 你都可以 不要進去那一切不好的事 你可以因為 耶穌才是你一切所有的 了解嗎 好 我們繼續往下了 所以有些人真的想要 叫你遵從律法 就像靠人努力出生的 以什瑪利迫害聖靈的 能力出生的以撒一樣 你就是那個以撒 這邊提到 你就是應許生的孩子 對不對 所以以什瑪利迫害你很正常 聖靈上說的 這就是我為主受的苦 這就是我為主背十字架 你們一直說我沒有背十字架 你就是我的十字架 不要這樣跟他講 拜託 心裡大概知道就好 有些人說你們這些人就是 每天在那邊成功神學那個 我告訴你 你心裡想 其實你就是那十字架 我才不是成功的神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們的神 是不是所謂一切都成功 神有失敗過嗎 沒有 所以你連結這個成功的神 你自然會越來越像他 所以你會凡事都成功 可是我們不追求 世上的成功 你很帥不是因為你想要 讓全世界越來越你很帥 你是自然就變很帥 你能夠體會嗎 要能夠體會 你懂意思嗎 我沒有在追求要很帥 但他就會自然很帥 感謝主 因為神 耶穌榮不榮美 榮美輝煌 Magnificent 就是榮美輝煌 所以你每天跟他在一起 你沒有聽過帥哥朋友也是帥哥嗎 沒有沒這句話 好 你懂意思嗎 就這個概念 你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不是在追求這一切 你的好朋友 你知道他們真的有這個數據吧 你的收入跟你的朋友 跟誰相處很有關係 你跟你所有的朋友知道有錢人 你會變有錢人 真的 那你的最好的朋友是誰 耶穌最好的朋友 路上都看得到這個砍棒對不對 耶穌最好的朋友 那你的朋友超有錢 超豐盛超健健康超美好 你會不會一樣 會嘛 那你是不是多花時間跟這朋友相處 那就對了嘛 好 你花那麼多時間跟你的 跟你的業主 跟你的客戶相處 為了要拿那個小小的訂單 你有多花什麼跟你最大的業主 最大的客戶已經給你所有這一切的相處 你不要也可以啊 你要去找那個小小 你比那個小小小叫什麼 郭什麼明的 幹嘛找他啊 欸 你們不要 欸 郭什麼明 台灣不要有多少個好不好 郭小明啊 你們在想什麼 懂意思嗎 你要花更多時間跟神在一起 然後你去得著那一切 他本來就在你生命中的成功 但是我不追求那個成功 我追求耶穌基督 OK好 所以 我們繼續往下看嘛 好 增加特斯四章三十幾的請念 聖經對於這件事怎麼說的呢 把那個奴婢和他兒子趕走吧 因為女奴的兒子 不能和自由婦人的兒子分享產業 好 所以這邊提到 當以時瑪利亞破壞你的時候 當律法來破壞你的時候 那些遵從律法人正要破壞你 他們要給你律法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 把那個奴婢和他兒子趕走 把律法趕走吧 就是這樣啊 不是說說有一個人來你家說 你要遵從律法你就把他趕出去 不是這個意思 你還是要愛他 但是你要把那個律法趕出去 不是把那個人趕出去 懂嗎 還是要愛他 因為女母的兒子 不能和自由婦人的兒子分享產業 好 繼續往下 五章一節請念 基督確實已經釋放了我們 你們要確保自己 繼續在自由之中 不要再被律法的苦意束縛住 所以神要我們在他的恩典的自由之中 而不再被律法苦意束縛住 這聖經上講的啊 要確保自己在自由裡 不要在律法裡 OK 所以我們很在乎 我們不要有任何的律法 好 五章三節請念 我再說一遍 如果你們想靠著接受歌禮討上帝喜悅 那麼你們就必須遵守全部律西律法的每一項規條 保羅很有邏輯性 他知道很多人拿他的經文會抓一句來跟大家講 所以他動不動用我再說一遍 我還要說我再說 然後前後呼應中間插入再提醒再什麼 因為他知道會這樣 然後還是有人只抓一句來講 老實說你為什麼會被人家騙 因為你自己不讀聖經啊 你只要讀了前後各讀兩節 你就不會被騙了 有一句話說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所以你這個人犯罪神不聽 你只要往下讀一點就得釋放了嗎 下一句是什麼 但是主確實聽到了 上一節說你這樣主必不聽 只要多讀十個字 三秒好不好 但是主確實聽見了 所以前面那句話是私人的心聲 可是真實狀況是神還是聽見 不然你覺自禱告你是不是在罪之下 你就是罪人才要信耶穌 你覺自禱告到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結果最後覺自禱告都沒有用 怎麼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罪神還是聽見你的 OK 我再說一遍 如果你想靠著接受割禮討上帝十月 那麼你們就必須遵守摩西律法的每一個規討 所以保羅前後有些時候他說你們在律法下 有些時候說你們守割禮其實都在講 反正就是你有種就把每一條都遵守到 他其實無論是割禮或是律法怎麼講 他就是在跟你講反正你有辦法 你就全部都遵守要不就靠那點 只有這兩條路沒有其他的路 懂嗎 所以這邊經文有很清楚的提到 你就算是沒有犯監影 可是你殺人還是犯全律法 你就算沒有殺人你犯監影還是犯全律法 就算沒有監影沒有殺人 你說謊你還是犯全律法啊 你有辦法遵守每一條 來來來來來來拜託給你講來 來可是如果有一個你覺得說 我可以遵守每一條你馬上就犯罪 因為你說謊啊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在講你等一下後面看到 歌裡就在講你要遵守律法的每一條 你還是要孝順父母 老實說我說真的以一般的標準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孝順父母的人 我不常見到我的爸媽 好 但是神還是愛我 我還是會長受啊 舊約提到你要孝順父母才使你長受 第一條代音學的見命 新約就是耶穌基督為你成就這些 所以你可以長受健康 你知道你活多久跟你自己想要活多久很有關嗎 因為神要你日子滿足 滿足是你決定滿足不是他決定滿足 所以你想活幾歲你自己跟上帝講 有人小時候說我活到40歲就好 你趕快破除斷開好不好 OK好 每一項規條有種就通通做到 不然就只靠恩典 五章四節請念 因為如果你們想靠著遵守律法 跟上帝恢復正確的關係 你們就和基督斷絕了關係 從上帝的恩典中墜落了 所以保羅再強調 如果你想要靠尊情律法來 簡單說你想要靠尊情律法成為藝人 你想要做好才成為藝人 而不是靠恩典成為藝人 跟上帝恢復正確的關係 就是藝人的意思 和本翻藝人這邊翻 跟上帝恢復正確的關係 好 所以你想要靠尊情律法來成為藝人 你就是跟基督斷絕的關係 從上帝恩典中墜落 所以有人說你們這些人 你們就是在恩典中墜落了 墮落了 你們知道神赦免你們 所以你們都一直犯罪 哪有啊 這邊講什麼 你想要尊從律法才是從恩典中墜落啊 經文你去看和本什麼本 都是這個翻啊 懂嗎 所以不是你要去尊從律法成為藝人 跟上帝恢復關係 是你相信上帝恩典 就跟上帝恢復正確的關係 你相信基督為你死在實際上 相信他為你復活 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就得救了 有些時候你還覺得神赦免我一切的罪嗎 神本來就赦免你一切罪 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罪 所以從上帝的恩典中墜落的意思是什麼 你想要靠尊行律法 跟上帝恢復正確的關係啊 你看人家又斷章取義抓一個東西 你無非狂呢 請自己多讀一點聖經 好 五章五節請念 至於我們這些 倚靠聖靈生活的人 卻靠著信心熱切地等候 要得到上帝應許給我們的義 你知道什麼叫做 倚靠聖靈生活的人嗎 你知道以前在律法裡面 就是你要幫助窮人 今天在教會 我們才在準備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跑來說 他很窮 他有生活的壓力什麼什麼 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 然後那時候還沒來 然後玉君傳道處理這件事 玉君傳道沒有感動 就沒有幫助他 有啦 我可以為你禱告 但沒有給他錢 他說有沒有實質的幫助 耶穌才是最實質的幫助 好 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倚靠聖靈生活 以前是你要憐憫窮人 所以你要幫助他 你怎麼知道他真的是窮人 有人專業在教會做這行 我以前講過對不對 我以前幫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你要倚靠聖靈生活 是在每個當下聖靈 引導你做這件事 你有些時候會覺得 我那朋友那麼富有 你為什麼感動我請他吃飯 其實我告訴你 他現在剛好這幾天缺錢 連飯都沒得吃 他人生唯一會沒有飯吃的 就這兩天 你請他吃飯 然後他就很感動 然後他就信耶穌 你覺得那麼有錢怎麼可能 那麼有錢 如果生意做大 他有時候也知道周轉 會剛好卡那一兩天 對不對 懂意思嗎 然後你就覺得那個窮的 經濟不好每次都我請 沒有有時候聖靈感動 你不要請 為什麼 因為神不要你成為他的主 神要自己養他 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倚靠聖靈生活 所以你沒有感動 一些善事沒有感動的不用做 真的 這牧師怎麼這樣 真的就是這樣 有感動的善事就要去做 惡事 那個惡事不是怎麼搶銀行 就是 算了 這個 最要討論的事情就是 你要被聖靈引導 看事有些事 怎麼可能叫我做這些事 只要這件事沒有辦法 基本上如果神感動 如果你是一個與神同心 老練的人 你真的可以去做 如果你的感動 你知道之前有一個 一字特會是 神感動那個牧師 垂 有一個人生病在台上 感動的牧師垂 那個人肚子 真的假的 那個牧師因為很老練 他懂他真的垂 垂下去之後就好了 所以這看起來是個惡事啊 可是什麼叫做 倚靠聖靈生活呢 這樣我不是告訴你 所以牧師說他垂你 來來來來來 沒有喔來 請不要去垂弟兄姊妹 那是特殊狀況 拜託不要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操練一個 個人與神同行的 聖靈引導的生活 好我們繼續往下 5章6要7節請念 一旦我們相信了 基督耶穌 受歌旅與否都無關緊要了 在愛裡表現出來的信心 才是至關重要的 你們一向跑得很好 是誰攔阻了你們 跟從真理呢 好你知道保羅 這裡說的受歌旅 就我們剛才說的喔 這邊提到的受歌旅 他有講喔 這邊提到的受歌旅 就是在講 遵守每一條律法的規條 這邊他自己解釋的喔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提到歌旅 可是我沒有受過歌旅啊 我女生我怎麼受歌旅 對不對 懂吧 好 受歌旅與否都無關緊要 他是守不守律法都無關緊要了 應該是這樣說 你也可以去覺得一個基督徒 應該要這樣做 可是你的動機是因為耶穌 你懂嗎 這也不是犯罪 可是最好是直接走聖靈引導 知道我一個基督徒 我覺得我還是怜悯他吧 OK啦 如果你覺得聖靈引導你這樣喔 你懂意思嗎 不要那麼容易定自己的罪 你做了就做了沒關係 這邊直接講 這邊受歌旅與否都無關緊要 心補給一本自己翻對不對 在愛心裡表現出來的信心 才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重要的事情是 在愛你的信心 在神的愛裡面的信心 神愛你的那個信心 被他引導的喔 了解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五章八到十節請念 絕對不是上帝 因為祂是召喚你們得自由的那一位 這謬誤的教導就像一點點面下 能使整團面都發起來 我確信主會保守你們 不致相信謬誤的教導 不管那混淆你們的是誰 上帝都會審判他 好 OK 你看喔 所以到底誰攔住你們跟從真理呢 絕對不是上帝嘛 對不對 他招我們要得自由啊 所以那個真理是要使你得自由的真理啊 那你說真的 你自己有沒有聽過那種看似 他們說那是真理 其實讓人很捆綁的東西呢 你自己去尋求嘛 我沒有在說誰對不對 OK 好 然後呢 自己謬誤的教導 會向面笑一點一點發起來 所以呢 我們很小心不要讓一點律法進去 因為他會向面笑一點一點發起來 OK 所以我們不要去相信那種廟物的教導 好 繼續往下 再來五章十一十二節請念 弟兄們 我若人傳歌禮為什麼還受逼迫呢 若是這樣 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 恨不得那擾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上個禮拜我有預告我們會講到這個經文 好 我有史以來第一次 連續三次講到都講完全一樣的長篇笑話 所以我們要再講一次 好 我也不曉為什麼 可是 我不曉為什麼神感動這樣 我甚至昨天亂翻網路 看到一個這個笑話拍的廣告這樣 好 有一天 東方不敗終於搶到了葵花寶典 翻開第一頁 東方不敗是難的喔 翻開第一頁 慾煉神功必先至功 他就想 一統江湖 我是東方不敗 我要成為最厲害的那個不敗的 天下武功無堅不吹 唯快不破 因為回答不好點就是快 OK 然後他說我一定要練成這個武功 所以我必須犧牲 成大業者總是要犧牲的 對不對 沒關係那就這樣吧 所以慾煉神功必先至功 低沉的聲音慾煉神功必先至功 就看下去對不對 過了兩個月終於完全好 我可以來練功了對不對 就翻到第二頁 大家知道第二頁什麼對不對 若不自功也能成功 喔不對 是 若不自功也能成功 因為已經那個 所以聲音變了 若不自功也能成功 真笑呀 然後他還是練成了葵花寶典 一統江湖嘛對不對 但是後來還是被殺掉 OK好 可是這跟著什麼關係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把自己歌曲的什麼意思嗎 來 我們要多看幾個聲音版本 何本分得太客氣了 來 現在要再出五章十二節的其他版本 請念 到希望那些擾亂你們的人 自己去閹割 我巴不得那些擾亂你們的 也自己閹割 你看他們是不是翻得很清楚 他是不是說 他意思是什麼 我希望那些擾亂你們 去行律的版本給我自功 自己閹割 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這個人齁 昨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們家 然後他們在分享我想說 我其實很想查 有沒有人直接有哪一個版本用自功 所以我看其實有四十個中文版本 只是大部分都古文你知道嗎 我看到三百多年前的版本 有那種網路上可以去查那種真本那樣子 就是那種你絕對不會讀 你讀了也讀不下去的那個 那我們來讀兩個版本 來請 加特五章十二節的剩下幾個請念 我恨不得那謀反的人 甚至割去他們自己的命根 來下面來一起念 來聲聞禮和本情 筆亂而者何若自焉為玉也 這都是聖經喔 這都是神的話喔 你是不是覺得很帥 真的你看 恩一提聖經中一本也翻得很快 叫他們把自己的命跟著割了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嗎 一個人要你去守律法保羅的條件 保羅說是 那些人叫你守律法 你叫他們自公啊 不要真的叫他們自公喔 就是心 就是保羅強烈到說 叫你守律法那些 我真的希望他們自己把自己淹了對不對 你看 何若自焉為玉也 就是那些來亂你的人 就乾脆叫他多自公一點吧 為玉也就是更多的自公吧 自焉吧 我找不到自公了 就最近也是自焉了 懂的意思嗎 這麼強烈 因為聖文禮和尾本 跟現在你讀的光化和尾本 就是國語和尾本 1899年一起開始翻 1899年出版 1830年左右就開始翻譯 然後這聖文禮和尾本還翻出來 還被淨獻給慈禧太后 你知道所有那個時候的宣教士 都想要翻聖文禮和尾本 因為他們認為這最有學問 所以慈禧太要拿進去 你以為他會讀嗎 就收起來了 然後呢 最沒有人要翻的 就是我們現在讀的這個 光化和尾本 國語和尾本 所以有很多地方 我不是說和尾本不好 但是應該這樣說 如果一部拍錯的電影 卻最賣座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可是現在 現在市佔率最高的政經版本 就是和尾本 就是國語和尾本 就很多很奇怪的翻譯啊 什麼天國是努力進去 你知道這多恐怖 天國努力進去翻錯 是天國猛力的在前進 然後你要恐懼戰進 做成得救功夫也翻錯 是為你已經得到救恩 努力的活出來 那個努力當然 我們在討論這個努力 你知道意思嗎 這兩個光這個核心的問題就有 就很大問題 然後說你不可批評論斷弟兄 沒有 那翻錯 順便跟你講 和尾本的意思就是 很多個不同的宗派 一起合在一起 所以在這之前 有很多不同宗派各自的版本 所以有什麼 比如說聖公會啊 然後盡信會啊 然後長老會啊 靈良堂 那時候沒有靈良堂 對不起 聖公會啊 長老會啊 盡信會啊 然後什麼 你不會啊 我很會啊 沒有啦 就之類的 其實他不會啊 OK 就各自拼在一起 所以同一個字翻譯錯 不可批評論斷弟兄 那個批評原文是毀謀 你本來不可以毀謀論斷弟兄 因為毀謀是犯法的啊 可是你可以批評啊 但你不要故意去批評 可是如果你的工作是 評審 你還不能批評那個 你知道他是姐妹 唱得超爛的 然後你在那個 那個歌唱節目 衣服穿得不錯 你下次保證不能夠當評審 就是很多基督徒 你的核心競爭力被破壞 因為你在宗教裡 因為那一節經文不可批評論斷弟兄 我不會告訴你要去批評人家 但是不是說這件事就多麼的不好 應該說當然你不要批評人家 沒事不要批評人家 當然是用愛的角度 可是那個經文真的在手 不要毀謀人家 懂意思嗎 所以不要說 所以牧師你說我可以批評你 我跟你講你今天衣服穿得不好看 不要這樣 因為愛的緣故好不好 懂意思嗎 我們還是不要亂去批評人家 但是因為愛 而不是因為有一個規定 OK 了解意思 好 那所以呢 再想到一件事 自焉 自公 你就看到這個笑話 就要記得一件事 如果有人想要叫你遵從律法 或者是想要遵從律法 基本上就是一種屬靈的自公行為 你知道嗎 自公的人 東方不敗就沒有辦法生小孩了 對不對 自公了就沒有後代 所以你在律法裡面 你就是一個在屬靈上彷彿自公的人 你就沒有辦法去得著那個應許啦 所以這為什麼 我那時候就被感動講這個笑話 我也不懂 現在就懂 所以呢 大家記得 無論你看到東方不敗 看到鬼花寶典 看到廣告 反正就要想到我們不要在律法裡 我好努力給你好多記憶一點喔 好 我們繼續往下 教練台書五章十三十四節請 弟兄們 你們盟章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 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 這一句話之內了 保羅也知道 確實人性人的罪性 我們有些時候會不小心的 有些人會刻意的把自由 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所以保羅說 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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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要定睛這件事 要定睛耶穌 但是你不做這些事 好 我們繼續往下囉 好 五章十六節 心普及一本請 我要說的是 讓聖靈引導你們的生活 這樣你們就不會去做 罪惡的本性所渴求的事 你知道我們剛才提到 兩可圖 當你是在一個律法背景下 你讀這個經文 特別是和尾本的翻譯 你就會覺得 所以我只要有犯罪 我就是不被聖靈引導 不是 前面其他的經文 羅馬書 其實平行經文都說 我們只要有聖靈 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是被聖靈引導 被聖靈掌控 所以你就是那個 讓聖靈引導你的人 問題是你有沒有聽 那你沒有聽也沒關係 你人就 你無論如何都被聖靈引導 但是如果聖靈要你做的事 就不會是去做罪惡的事 但是你沒有去聽 你還是有罪信 你就算犯了 你還是犯錯的小孩 誰家小孩不會犯錯 應該沒有對不對 有 童真女瑪利亞家的小孩 不會犯錯 大的那個 耶穌 沒錯吧 這樣才對 只有耶穌沒有犯過錯 沒有犯罪對不對 讓聖靈引導就不會去做 罪惡的本性事 你不用擔心練習被聖靈引導 所以你很愛吃牛肉麵 你想去你就去 不要為這種事迫切禱告 你引導會不會去吃牛肉麵 今天會不會點小菜 豆干是要大豆干還是小豆干 不要做這種無聊的事好不好 還是要鬥雞 宿雞 鬥雞是什麼 鬥雞是一種眼 好 OK 可是你如果去的路上 你突然就很不想要去那個牛肉麵店 那你就不要 你就去吃那個殺不胃啊 隨便嗎 為什麼 這都被聖靈引導 搞不好你在那裡 會遇到債主啊 有可能啊 拍共啊 誰也知道你現在很辛苦 他要先幫你再閃一陣子拍共 或遇到房東對不對 那也有可能是那個老闆 進了一批不好的牛肉啊對不對 史蒂芬粥買的啊 算了 食神 好啦 五章十七十八節請念 因為奇遇和聖靈相爭 聖靈和奇遇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 就不再律法以下 所以其實保羅在講律法中一點之後 他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你看到耶穌那時候說 等我去的時候要賜下那位來 那位是保會是永遠與同 但他很強的一點是 被聖靈引導的生活 事實上我現在不是指所謂什麼 讀經禱告被聖靈引導 你生活的每一個層次 聖靈上有說 讓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訓你 你可以去經歷什麼 叫做被聖靈引導做生意 我真的覺得 我現在覺得 我有些生意的東西 對 我也有在做生意 好 OK 然後呢 我覺得神有引導我做這個項目 然後做這件事 所以你知道很多生意都是 你要很努力做十個 中兩個 沒有啊 我就直接上帝講 我跟你講喔 我這個人就超安息的 你直接我做會中的那個好不好 就這樣啊 但我這樣禱告之後 也不是每個都中 那神怎麼不 因為神還是要讓我 透過前面這個學習某一個技能 之後再下一個就真的成就 我告訴上帝說 我要全部都中 上帝沒有答應我 你每個全部都中啊 但是它絕對會讓萬事不上效力 使我的益處 所以我去做了某一個生意認識的某個人 我事實上這個生意裡面 沒有賺到錢花很多時間 可是我認識的那個人 在我下一個案子 成為關鍵那個人 讓我做成這個案子 懂意思嗎 所以說被聖靈引導的生活啊 但是我要怎麼告訴你 那個聖靈引導那個有點難 我們現在是要特別專題來講 但是也沒有那麼難 就很像是 你怎麼聽得懂你爸爸媽媽的聲音 你就聽了幾十年 你當然知道啊 你跟我講你爸爸的聲音 你怎麼敘述我也聽不懂你爸的聲音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練習 那就是相處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聽懂你爸的聲音的 你爸有個開堂課叫 如何認識我的聲音 有嗎 沒有嘛對不對 他跟你相處就懂啊對不對 連他在管教你的時候 你都會更認識他的聲音啊 對就是爸爸生氣的聲音 以後不要這樣 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去與聖靈相處 與天父相處 與三位一體的人 哪一個位格相處 反正他們都是一起的 就是三位一體的神 你就是跟神相處 你就會懂得怎麼被聖靈引導 所以你也可以 只要信耶穌就得救 從此以後都不來 教會 你只是你真的心裡 相信耶穌赦免你一切罪 真的接受這些 你還是會得救喔 問題是你這一生就是 就是我們常常說的 你上了一台豪華郵輪 你分明你兒女幫你買的是 最好的房間 你當然知道你房間就去 還有包含所有吃飯不用錢的票 可是你完全沒有用 就像過了一個月 然後你為了省錢 帶一堆泡麵上去 然後最後一餐想說 老婆我們兩個人 這麼辛苦孩子也那麼孝順 管他今天這個郵輪多貴 我們今天花錢去吧 就拿著單著去 然後那個伴侯拿來 這一個月來 你都沒有來進來吃飯 然後他想說 他是不是要笑他 你知道你的船票 包含一天午餐嗎 不是只有中午的午 是午餐 恩典的午餐 然後那個媽媽 那個爸爸媽媽兩個人 就流著眼淚吃了這一餐 流眼淚到底是因為感恩還是因為遺憾 我就不知道了 對不對 你懂意思嗎 很多人的屬靈生命就是長這樣 你分明可以過一個得救之後 還被聖靈引導 得勝有餘幸福的生活 可是你卻選擇 信了耶穌之後就跟神 不能說隔絕 因為你還是 叫做沒有跟神同行 那你就很像這個 你最後那一餐 你流著眼淚 吃那個很好的東西 還有包廂 回去還不敢告訴我兒女說 只吃了一餐 這什麼人生啊 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的兒女幫你買了一個非常好的 包含吃跟穿最好的 因為你退休了 結果你卻這樣子 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人生 我們繼續往下 我張十八節請念 但如果你們有聖靈引導 就不受摩西律法的束縛了 你知道嗎 當我在讀的時候 何而本我看到路貝斯引導 就不在律法之下 到底他要強調的是什麼 我就多看幾個版本 現在我通常有很多 所以很容易按 就是不受摩西律法的束縛了 所以不是律法說不可以 我就不能 或是律法說一定要 我就一定要 而是被聖靈引導 懂意思嗎 就很像剛才那個 我不是一定要幫助那個窮人 我也不是不可以幫助那個窮人 讓聖靈引導 好 繼續往下 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節請念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好 首先你知道有人說 這就是所謂的聖靈九果子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錯了 這個果子是單數 是聖靈的那一顆果實 所以呢 有人會說 我生命中有人愛的果實 可是我沒有節制的果實 不是這樣的 首先 然後那個人就說 所以我要練習忍耐的果子 讓它結出來 請看出來是誰結的果子 聖靈 還是你所結的果子 聖靈 所以你信耶穌 你就有聖靈住在你裡面 聖靈就會自然的結出那個果子 蘋果樹要很努力結出蘋果樹嗎 蘋果樹再怎麼努力可以結出榴槤嗎 應該不行嘛對不對 還會吃到自己對不對 好 所以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自然的與神同行 你自然的就會跑出這些東西來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忍耐、信實、溫柔、節制 確實有些時候你覺得你好像有愛情沒什麼節制 一顆果子有一些部分 你知道同一顆蘋果有些時候咬下去 都會有這邊比較酸那邊比較甜對不對 所以還是同一顆你有節制 只是你的節制成長的看起來沒那麼大 但是你還是同一顆 而且你不用努力它會來成就 你只是與它同行就會成就 懂嗎 好 你不與它同行也會成就 只是蘋果長比較小 那就有點可惜而已 就是那個再回來 不要在郵輪最後一餐才發現 原來它為你預備這麼大 聖朵告訴你很多人都這樣 好 然後這邊再強調 凡屬基督耶穌人士 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血液 是與同同釘在十字架上 請問一下你屬不屬於基督耶穌 你受起歸入主的名下就屬於基督耶穌對不對 你就算沒有受起 你口裡真的成就 心裡真的相信 就屬於耶穌基督 所以你就已經 你就已經肉體跟肉體的血液 神經濟同釘在十字架上 已經都聲音上說的 和本翻出來十態 所以你不用覺得 我這個人是不是還有什麼邪情思慾 沒錯你還有肉體還有罪性 但是神看你已經 然後你可以不用再 瑕疵在那一切裡面 你不受律法瑕疵了 準備再強調一次喔 不要想紫色的恐龍邦尼 不要想紫色的恐龍邦尼 你還是會去想 因為這叫律法 我叫你不要你就會去想 剛才有講到紫色恐龍邦尼嗎 我覺得邦尼應該給我們贊助費 真的是 真的有一隻恐龍 叫做紫色恐龍邦尼 這裏去查 所以你要知道 律法就是這樣 所以你根本不要在律法裡面 好 五交二四到二十五節請念 那些屬於基督耶穌的人 已經把屬於自己 罪惡本性的情欲和渴望 釘死在他的十字架上了 就讓我們在生活的各方面 都跟從聖靈的引導吧 所以你看神要我們練習 你與他同行在生活的各方面 不是只有讀經 禱告 教會 生活 是各方面跟從聖靈的引導 然後你是屬於基督人 我們再多看一個版本對不對 你已經把自己的罪惡本性 跟情欲跟渴望 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告訴你 如果你開始練習 不要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之下 你會發現以前你信耶穌 在律法之下很多壞習慣 你還是改不了 你在恩典之下 比如說實際上 抽菸對身體不好 但我們不定 我們任何抽菸弟兄姐妹的罪 但是應該說 聖靈上有提到我們 凡事都可以 總不是要瑕疵 如果你有煙影 基本上這種瑕疵 我們要處理 但是就算你還是 這一生都沒有處理完 神還是愛你 你還是有永遠榮耀美好的未來 但是這樣為了你的地球裝 你的身體比較好 所以最好不要抽菸好 但是我們回來這個部分 所以當你有煙影 你以前說我在基督度 我不要再抽菸了 所以你就一直忍 然後忍不住 所以來教會之前 趕快抽個兩包 然後整天都用尼古丁 然後撐一天 很多人其實是這樣的屬靈生命 這樣子 就在那邊裝要幹嘛呢 你的方式就變 應該是這樣 你屬於基督耶穌 你知道你不被定罪 所以你就是 你就是更多的跟從主 然後被聖靈引導 你會發現 我煙影那麼大 為什麼我最近都不想吸煙 你想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吸煙 心情問題 都會被海脈一段 出去抽煙對不對 你都很蒙福 都沒有被罵你就不會想抽了 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是很孤單 對不對 還有抽社交煙的 因為要那個社交 所以你就發現 你不需要做這些事 接著做被聖靈引導的生活 懂嗎 所以不是 我不要再這件事 我不要再做這件事 我不要再看色情網路 我不要再 當然你可以跟上星說 主啊我不想看 可是不是你勵志行事 我不要 但是那個你也是說 你跟主說主啊我不想要 而不是我勵志行事 懂意思嗎 不是我勵志不行 因為是靠我 是主啊來幫助我 使我不要再看色情網路 主啊幫助我不要再繼續這樣購物 還有押韻對不對 懂意思嗎 有效現在是心虛嗎 好OK 所以你要知道 這叫做與神同行的生活 然後你在聖靈的生活的各方面 就被聖靈引導了 好繼續往下 六章一到二節 所以弟兄姐妹這邊提到 如果我們偶然被過犯 有些人我們弟兄姐妹 還是有些人在一些軟弱裡面 人就是人嘛對不對 應該說每一個人 都還是有自己的軟弱質 越來越像耶穌越來越好 OK好 我們要去幫助弟兄姐妹 但是要小心自己不要被引誘 真實故事是 有一個弟兄很有感動去幫助 做應招業的姐妹 真實故事 然後他就常常去探訪她 最後就成為她的客人 然後最後這個弟兄就下去了 真的好 所以你要知道嗎 當自己小心不要被引誘 所以你要知道 有些該你做的事 你才去做喔 為了我朋友吸毒 所以我要去關心他們 要你一個人去 最後你也吸了 對啊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要有智慧對不對 要讓聖靈引導 OK 然後呢 讓耶穌基督成就這 應該說 讓耶穌已經成就的工作 完全彰顯在我們生命當中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六章八節九節請 順著情欲撒種的 必從情欲收敗壞 順著聖靈撒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我們心上不可喪志 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好合本這樣讀下去 所以意思是什麼 所以如果有些時候 我又順著情欲 我就會敗壞 我就完了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隨時順著聖靈怎麼辦 來我們沒有準備其他的經文 那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就是你不懂 就去看其他的版本 你就會發現其實這邊在講的事情就是 你已經有那個身份了 所以你順著聖靈來撒種 來得著那個永恆有價值的東西吧 你偶爾沒有 你還是人嘛 所以你知道 我們與神同行的去得著那一切 存到永遠的一切 好 再來 六章十二節新普及一本請練 那些企圖強迫你們受割禮的人 無非是想在別人面前炫耀 他們不去教導只有基督的十字架 才能拯救人的道理 是因為不願意受到迫害 你知道那些企圖強迫你的人 強迫你受割禮的人 強迫你守律法的人 保羅前面已經說了 他這邊是受割禮就是守律法對不對 無非是想在別人面前炫耀 你看你看我的門徒多乖 你看我們小組多增長 你看我們都達成教會的目標 他們不去教導只有基督的十字架 然後他說沒有我們都在講十字架 所以弟兄你要受苦 看清楚是誰的十字架 還是你的十字架 這邊講他們不去教導 只有基督的十字架 只有基督的十字架 他們一直在教導你的十字架 弟兄你要受苦受苦 姐妹你要受苦受苦 沒有他們要去教導 他們去教導那個人的十字架 人的苦那要幹嘛 他要教導的是我們 他們不去教導只有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保羅要他們 請你們只去教導基督的十字架 拯救人的道理 了解嗎 所以我們確實因為 只在傳講基督耶穌 並在釘十字架 我們一直受到迫害啊 可是又怎麼樣 保羅也是這樣嘛 那這一切就為我成就那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啊 這至戰至輕的苦嘴 為我成就那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所以感謝主 謝謝他們 使我們可以得到更多天上的獎賞 感謝主 好 六章十三節請念 即便是那些提倡割禮的人 自己也沒有遵從所有的律法 他們想要你們受割禮 只是想要藉此誇耀 並宣稱你們是他們的門徒 這個版本一讀過去就知道 你自己去想想 有些人的信仰背景或什麼 是不是有這種人 這是我的小組員 這是我的會友 這是我的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其實他自己做得到嗎 我沒有說 你們自己說的 好 六章十字節請念 至於我 就讓我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以外 絕不誇耀任何其他東西 對我來說 這個世界已經因那十字架而被釘死 對這個世界來說 我也已經死了 保羅說至於我 我除了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以外 絕不誇耀任何其他東西 所以保羅有誇耀他自己的十字架嗎 沒有啊 可是很多人要你用你自己的十字架來誇耀 我為主受的這些苦 我為主受的這些 誇口當時的主耶穌誇口 你唯一要誇耀的是 主耶穌基督為我受的那個偉大榮耀的十字架 不是你的苦難 你的苦難有什麼了不起 保羅也受一堆苦難啊 但是那個苦難能怎樣 能救你嗎 能救我嗎 能救他自己嗎 沒有只有耶穌基督病他 釘十字架 所以他也不大在乎那個世界 因為對他而言 世界已經因十字架而被釘死 他不大在乎了 對這個世界來說他也已經死了 好 六章十五十六 請念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凡照此理而行的 願平安 憐憫加給他們 和神的以色列民 所以受割禮不受割禮 守律法不守律法都無關緊要 簡單就是你不用再去守律法 要緊的就是做新造教會 不是 要緊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要緊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新造的教會 我們每一個人 就要成為一個全新的人 不重再守律法這一切 照此理而行的 願平安 憐憫加給他們 和神的以色列民 你以為到這裡結束嗎 保羅太喜歡再拉回來回馬牆 他在跟你強調一件事 我到底在講什麼 請念 弟兄們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 藏在你們心裡 Amen 所以怎麽加太書在跟你講什麼 主耶穌基督的恩 一節就在強調 全面都是在講恩 上帝的恩典 我保羅所傳講的 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什麼 耶穌基督的恩典 所以他很厲害 你看最後再回馬牆 再刺你一下 不是再刺那些人一下 懂意思嗎 因為我主耶穌基督的恩 藏在你們心裡 Amen 所以這一切核心就是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恩典 所以我們要誇口誇的 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我們要定睛定睛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不是你的十字架 你的作為你的一切 定睛的是這位我的主 恩典的神 好 我們把眼睛閉起來 絕書謝謝你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加拿太書查完 主要分了三次 我們現在真正的知道 你為我們成就的這一切 主要不要繼續行在律法裡 我不要再去想我要如何 來遵行這個律法 乃是主啊 你的恩典為我已經做到 我定睛著你 我不再誇口自己能夠為神做什麼 我不再去想我能夠為耶穌基督做什麼 我先來想耶穌基督已經為了我做什麼 不再去想我能為耶穌做什麼 乃是定睛的耶穌已經為我做的這一切 主要你今天也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們不用再去過一個屬靈自公的生活 屬靈自焉的生活 我們不用再去過那個 好像缺乏的看得到吃不到的那個 律法恩典混雜的 心懷疑的人真的不要想要得到什麼 但是我們生命中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律法 小小的問題的時候 你還幫助我們知道我們本來就是不完全的 然後我們還是可以一點一點的得到這一切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們在這條向耶穌基督恩典與真理的道路 繼續前進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耶穌基督裡 從上面中來得的獎賞 祝福這裡每一位 不要再去看 甚至於不用去定睛 我生命有沒有律法 有沒有什麼問題 定睛耶穌 用正確的角度來看耶穌基督 並讓他釘實在 你自然一點一點的從律法裡面完全的出來 謝謝耶穌為我成就這一切 謝謝你 現在是全新的時刻 是得自由的時刻 是被聖靈引導 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生活的各方面 被聖靈所引導 在親近神裡面 懂得如何與神相處 如何每一個部分都與神同行 奉耶穌基督祷告 Amen 好 請站起來 我們來做信仰宣告 好 1 2 3 請念 相信上帝 再派祂的獨生愛子耶穌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祂勝過死亡 並且從死裡復活 我現在是上帝所愛的孩子 因祂流的寶血我大大得福 蒙受極高的恩寵及深深被愛 我永遠脫離疾病災害與死亡 耶穌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請閉上你的眼睛 打開你的雙手領受本週的祝福 主要是的 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 無論在現場 或在網路上的弟兄姊妹 未來這一週 以及未來這一生 主要都大得那福音的好處 讓我們知道什麼 是被聖靈引導的生活 首先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是藝人 我們被稱異了 所以神看到我們 就喜歡我們 就愛我們 就喜悦我們 然後聖靈本來就與我同在 所以我可以走一個蒙神引導的道路 自然我就不在情欲裡 不在罪惡裡 我不定睛看我生命中的罪惡 我們就算偶爾犯罪 我們就是犯錯的一人 我們還是神家裡犯錯的小孩 我們還是繼續的前進 主啊 我們會越來越長成 像耶穌基督的樣式 因為我們定睛看著神 我們就漸漸變成 主耶穌基督的樣式 因為我的耶穌在天上如何 我現在在地上就如何 主啊 謝謝你如此愛我們 我們今天查完加拿太書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真正知道恩典與真理在一起 律法已經被完成了 現在要完全走恩典真理的自由道路 謝謝耶穌基督包庶我們這裡每一個人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賦上帝的慈愛 爬出來來告訴你 讓我們真正認識耶穌基督並他丁十字架 聖地祝福你